大家好,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非洲有国家有出事 这件事西方就很矛盾 因为每一次出现这些事件,变成这样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政变了 他肯定要制作制裁 但是制裁,这个国家叫李日义,台湾叫李日义 又少了个字了,不知为什么 现在西方都制出了制裁 但是李日义很特别 你知道他怎样特别化吗 他这个国家 有种资源 就牵涉世界很多很多东西 为什么这么担心呢 李日义其实 油矿 油 是禁止哪个油 那些油是核 还有其他资源也丰富 所以 如果出事 其实西方肯定要制裁 因为他肯定说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军事政变不行 一定要找民选的 但是事实是残酷 事实是残酷 就算你制裁了他,但是掌权的这个军头 他就是控制这些资源 油当然很重要 油 这种是银白色的金属 具有微放射性 当然油是什么 油 因为被广泛使用于 核能发电和核军备的制造 所以 就相当重要 现在 李日义 他 你不要看他的名字 就不是很出名 因为经常听到李日尼雅 李日义现在是第二个国家 原来 李日义是西非最大的国家 他们有很多的风向标 现在西方为什么制裁他们 他们就说 民主阵营不稳 他的邻国 玛丽和 布基纳法索 这两个国家都说法文 其实也是 陷入了军事政变 在战略上 李日义 就拥有 法国和美国的军事基地 并且一起 打击极端分子 美国国务院 曾经形容李日义 是沙拉地区稳定的关键 亦都打击什么难觉 以及其他的 这些极端有的 可靠的伙伴 现在他政变了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 油资源相当丰富 他们产量是占全球7% 这种放射资金属当然 在 他们经济当中举足轻重 他的首都 尼亚美 最宏伟的一条大道 就叫做油大道 金字哪有 但是李日义的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都是世界上最低 现在 他们优秀的一件事 两年六个国家 都是 被推翻了 叫做民选政权 骨牌效应 纽约时报就说 为什么 那些国家 这样 为什么 可以军事领袖 通过军队 就可以推翻 民 进 主 领袖的 这个就是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 你问为什么都没用 而且 他们又打算制裁李日义 因为军事政变 这个就是 进退失据 他们又担心 他们跑了 俄罗斯就来 哈哈哈 他们现在更担心 哎呀大件事 因为 这个中非共和国已经是亚格纳集团 会不会他又找亚格纳集团去帮手 不出奇 是的 其实现在纽约时报 也都说 美国在当地的任何撤军 决策 都会 是为俄罗斯 迎来了机会 普京肯定会打开他的大门 在李日义政变之后 其实 这个 尼亚美就是他们的首都 曾经有政变支持者 在揮舞俄罗斯国旗 而鸿角 布基纳法索 是的 布基纳法索 的情况都是相应的 布基纳法索是有亚格纳集团的 会派多些人在鸿角进去 所以 他们就觉得 惊大了 非洲国家的政变 搞搞 会变成了俄罗斯的领地 不敢 这些 西方的 媒体也不敢说 这个政变是克里姆林共策划的 其实 你知道 原来 西非国家是前法索殖民地很多的 包括刚才说的 都是讲法文的 布基纳法索 台湾叫布吉纳法索 是跟你的名同 李日义叫李日 还有马里 他有对的 他叫马里 好像 这三个都是曾经发索殖民地 原来 非洲近年 是出现了 反西方的大气氛 尤其是下国 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 这个圣彼得保见了很多人 并且 希望 是巩固 和增加和非洲关系 但是 现在普京就没有动作 但是 你说什么制裁 我们经常说的 那就是 又将 你们本来是你们的人推向对家 当然也有些工资 那不就好了 李日义政变好 其实都是 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个不稳定因素 因为李日义的 油矿是丰富 中国是其中一个主要投资者 两个国家一直是讨论有关工厂 原区 石油管道 和油矿 这个交易 这些 油矿的开采项目 当然也是有当地的一些环保团体反对 但我们都说出来不会说什么都没有 是有就是有 希望可以 叫做 输入好它 有些东西 是该做好它做好它 有些该解释就解释好它 有些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不是 中国现在是持续投资非洲 目前是非洲最大企业伙伴 每年 相向贸易 压超过2000亿美金 其实 亦有中国工人居住在李日义 中国商务部的报告就是看到 其实 大概有 1100名中国工人在李日义 在40多家公司工作 李日义大使馆 7月27日 就发布紧急提醒 这个全部都是很正常的 幸好目前 亦都 在这场军事政变当中 就没有任何中国公民是离世或者受伤 当然他们现在 就不是担心中国 是担心俄罗斯 因为 你说要撤走 OK 撤走之下 普京可能会来 普京可能会来 你记住 他也是在 我们有节目说的在实际地区很惨 亦都 每天都很多人是离开人世 那么 我们那次节目 当然没什么人听 很少人 知道这个地区 其实他们 遭遇的东西 是比乌克兰更加惨很多 不过你知道 因为 你帮他们 或者大肆报道 这个西媒就没有眼球 我们做这些节目都是 微小不要紧的 但是一定要说出来 一定要说出来 不然这个世界上 就好像全部都这样 最早一个地方不是 这个世界我都说过多变复杂 大家是互动的 西方国家现在就担心 李日耳曾经 被视为 是 抵御撒哈勒地区 进一步混乱 以及阻止俄罗斯影响力 扩大的捕虑 但是 BBC很老实 他就说 原来 事实证明 这些都是 痰花一现 其实为什么呢 我们都说过这些国家很复杂 利用你那套 想法去吐进去 是你糟糕的 说实 是糟糕的 现在军头 实质上 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大 非洲联盟 要求 扣押总统的李日 以军人15日内 返回军营 并且恢复宪法权威 应该踩你都生放过 是的 但是 这件事又是蠢了 我们刚才说的 美国暂时 就是 谴责 但法国真的行动 他 没有制出 这个 制裁的大棒 但是 欧盟和法国暂停 和你一意合作 和援助 可能俄罗斯又真的有机会进去 因为你一站 但是他们最矛盾就是 因为 他们就不想见到军事政变 因为民选 他可以说 他行西式民主 没事 结果就被人 我不敢说 推翻 因为未正式推翻 但是 但是实权当然是 因为总统 这个背左帽 26日就遭到 扣押 发动政变人士 之后就推举 自从2011年起 领导 尼日尔总统位队的 这个 将军 查理 作为新领导人 当然 他就说人家推举他 其实 自己推举自己 即是 王豪加身 赵康仁 是的 他应该不会杯酒式兵拳 应该不会 不会呀 华智你 拿到就是我的 这个非盟 亦在军事政变之后 发布公布 要求尼日尔 的 军事人员 立即无条件 在该地区 最迟15日回到军营 恢复宪法 但是他搞到这么大 他会被人清算 他也担心 不会呀 听到什么 无条件 回到军营 听到不会理你 对 对 法国外交部 亦都说对尼日尔的发展援助 预算支援 你这样走就对了 俄罗斯有机会了 整装待发了 普京大力 他走了 我们来 同时呼吁立即恢复 宪法秩序 并且 恢复总统贝佐姆 这个职务 与此同时 欧盟最高 外交官 博雷利 就说欧盟 不会承认叛乱分子 并且宣布立即 无限期暂停和尼日尔的安全合作 以及 预算援助 欧盟 发了声明 背左没有总统 才是尼日尔唯一合法的总统 呼吁立即释放他 并且要求 政变的领导人 就是 要 负责总统和 是他家人的 安全 因为怕搞定的总统 因为你说 唯一合法人 唯一合法人 没有了 就有另一个 还有 我还没说 塔德班 他也是 跟美国谈 我们都说过 最后他也要承认事实 你之前的民选总统 没有了 阿富汗之前民选的 又是20年 得过吉 是吗 你只能这么说 这个世界 现实就是这样 现实就是现实 塔德班 现在就是 阿富汗掌权的 这个政府 利日尔这个军头 这样的趋势 可能他就是实质掌权的人 我就问你一句 他有有元素 有其他的资源 你要不要 一定要 我可以回答你 一定要 你记住有 一想起有 想起一个国家就是伊朗 他给伊朗 如果是的话 那就很糟糕 如果你知道你激怒他 他真的什么都做出 他不听你说 如果他听你说 他就不会搞这些事 就给总统位置 给这个是 背左母总统 背左母总统 此时此刻都未得到释放 其实说真的 你以为他这些政变是一朝一夕的吗 昨晚吃饭 政变了 第一政变了 当然不是 他应该是有评估过 而且他也有 估计到国际社会对他的反应 这些政变了 你想想他一一年就开始做军头 其实 怎样都有一些见识 我想 博雷利 欧盟最高外交官就说 欧盟 准备支持 西非 区域集团 未来做出决定 包括 有说这个 采取制裁的措施 你试试 你试试 那都行 你制裁的话 那就是 这个纽约时报说 制裁他恐怕他有向俄罗斯靠近 对吧 哈哈哈 那面临 这个 崩溃危机的沙哈勒地区 那我们一般的沙哈勒地区 台湾的沙哈勒地区也是不同的 已经是超过中东和南亚 成为了那些全球 什么组织的核心 大家明白是什么 根据这个澳洲 澳大利亚战争政策研究所 是澳洲 经济 和平研究所 他有个全球极端 人事指数 原来 利亦尔 很厉害 那就是 极端有 在动手的人数 令到 在极端有之下 他们的动手令到他们的离世人数 有 6701人 在全球占了 43% 其实 2007年的时候只是1% 现在40多 现在40多 当然 沙哈勒地区 和非洲 新形成的军事 统治 走廊 是大部分 重的 军事统治走廊就是指两年内 六个国家政变的六个国家 那你说 就是 你说的 这些 究竟是不是适合他们呢 为什么会不稳定呢 而且你这么坚决 你就 我又明白为什么你又不帮总统 夺回他的位置呢 当然 我们不会干涉别人的内政 你不干涉别人的内政 怎么有可能呢 现在 这个尼日宇的军头 就是采利的三芒果 采利的三芒果 当然 在 贝佐姆倒台之前 尼日宇 就是美国国防部的战略基石 占了1,100名美军 注册当地 并且美军在首都 尼亚美 和北部城市 阿加德支 是建立无人基基地 都花多少钱 其中一座 号资都是1.1亿美金 但是现在危机四伏 如果他拿了基地 不过我相信是拿不到的 因为 始终美国对于这些东西 他勿死保护 我相信都会 因为担心你拿了那些东西 乱差 现在 这个国家 沙拉地区 很大 这几年 政变的就从 东岸的苏丹到西岸的基内瓦 其实两年内 相计有6个国家 遭遇军事政变 来日以制最新一个 令到这个横跨 是 5600公里的港大区域 成为了全球最长的 军事统治走廊 从他来说 这些 全部都是 推翻了他的民选 而军事领导 就通过自己手中的兵权 推翻 民主的领袖 其实现在纽约事故 会有个骨牌效应 不单止家剧 当地不稳 亦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即是 那些 之前都叫民 都叫民主国家 他们自称 这个叫盟友 现在推翻了 第一件事就是担心骨牌效应会继续这样做 第二件事就是担心 我制裁他 现在都没说制裁 你只有客字 但是 你这么说 会不会加快他向普京靠拢呢 一定 因为来日以的两个轮角 已经是有格格纳集团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他们不想 越来越多 很不行 没错 但你又不制裁又好像不行 制裁你激怒他 因为他有些元素太重要 你想想 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就是做什么的 如果他这样 阿金仔你要不要 伊朗你要不要 那怎么办 利日伊 当然这个国家 不算很出名 但 其实他的 这些重要抗产 所以我都经常说世界轮流转 你以为是 以前 西方 怎样怎样 现在 就真的到你 要求他们 有这些 原材的输出 利日伊 也是西非乐乐国家之一 因为利日伊何以得名 首都尼美亚 东霖 就是这个 扎德 扎德 就叫做查德 台湾 南边台湾 内及利亚 记得你上次跟我说 外及利亚 就是 当然 之后 就是 人家叫贝宁 台湾叫人家贝蓝 是要跟人家一只占不一样 还有 是马里 布基拉法索 这些 地方 你知道 他们 都曾经是做过 内及利亚 就是利日利亚 利日利亚 说清楚 没人知道你说什么的 内及什么 对 北部就跟 阿尔及利亚接养 西北就跟利比亚交界 你看到 真的错装复杂 它和很多国家接养 边境有5500公里 西非最大的国家 但是为什么 这么穷困呢 因为它有80% 国土面积 是位于撒哈拉沙漠 没办法 搞不到农业 对 比较困难 当然曾经 亦是法属的殖民地 所以它的 官方语言 是法文的 为什么 但是现在西非国家对于法国就相当厌倦 亦是透露出很多的不信任 当然法国亦是西方国家 所以其实他们对整个 西方 亦是不太 感冒 不太感冒 利日乙 都属于在一个世俗化国家 这件事是比较好的 当然他们也要奉许某宗教 之前西方亦都希望他 一起作为 打击极端有的伙伴 之前是做到一些事的 但是现在 虽然 总统 名义上依然就是 刚才说的那位 阿哥 但是 我相信 军事政变之后 你又很难 推倒他 他一个特殊地位国家 有这么多 还要抗产 你又很难 推倒他 你再想 就算 缅甸你都未能推倒 是 相信 也有很久反了 这个就是西方抉择 究竟我是不是应该 进一步采取行动 制裁他 令到他屈服 但说真的 你屈服的话 有多少是屈服 金仔 还有 伊朗 古巴 没有一个政权是想的 我相信 也是 摆个姿态 摆个姿态之下 他可能就向普京靠近 所以现在 最怕就是向普京靠近 现在西方就是 但是没有办法 你一说什么制裁 但他不制裁又不行 他说要撑民主撑民选的总统 当然 最后又是 我相信会制裁 有一部分制裁 之后 军头继续掌权 将到某一日又有第二个军头 是换了他下来 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些国家是 很困难 是很困难 当然 就算什么国家都好 你一制裁他下去 其实都是有 机会给普京的 亦都是你们最 担心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